如果928放假不一致有亂象 那五一劳动节 还不是一样吗 五一劳动节一样 劳工放假 公务人员没放假 对65%已经周休二日的人而言 你是砍掉他的假 七天假 不是他们爱什么 讲公今天日 什么台湾光复日 他们也不是要爱放什么教师假 都不是 他们要的是休息 你们认为全国休假要齐一 台风假 休假有齐一吗 公务人员全部就停止上班上课 可是呢 这个有法定的台风假 那劳工可以这样子 有法定的台风假吗 包围目前为止没有法定的假 因为台风本身它是不是一个假 但是它因为这样的情况 它可以在家里 但是雇主可以不给信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劳工跟公务人员休假的权益有齐一吗 没有 公务人员 他有有心的试假 全新哦 五天 劳工为什么一天都没有 然后劳工请试假 一年最多只能14天 为什么公务人员没上线 这里试假要不要齐一 是休假的权益 要不要齐一 要不要齐一 病假 二十八天一年 公务人员全新 劳工 这个一年不可以请病假 不可以超过三十天 然后还半新 这个休假权益 有齐一吗 林委员你刚刚讲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也有了解过 比如讲说像你刚刚讲的 那个台风的问题 我觉得如果说是真的是台风 那么已经到达某个标准 其实是有危险的时候 其实不应该让企业去让 除非是为了公共安全 或其他原因 那么去出勤 或者再继续上班 不应该可是都是在 冒着生命危险在送 在外送的 在百货公司占柜 你说不应该 可是通通要 依据法令 他没有法定的台风架的 休息权利 这个部分我想我们是不是 我们会来研究 那我问你如果你要去研议 市价跟公务人员 其一要不要研议 市价和公务人员其一 要不要研议 特休公务人员其一 要不要研议 婚嫁其一要不要研议 商嫁产嫁 你不能说 只有在劳工比较优势的 19天的国定假日里面 说要其一 目前每个行业的 公务员跟其他劳工 确实是目前有很多地方 是不一致的 那么在劳基塔的规定 跟公务员的休假规定 是不一致的 我知道 但是你们现在讲 休假其一的 这个政策的概念是什么 你们一直在讲 所谓的全国休假其一 那这个全国休假其一的 政策的概念 内涵 到底指的是 休假的时间 日期要其一 应该是国定假日 其一 还是说 休假的权益要其一 应该是国定假日 那为什么 只有国定假日要其一 为什么其他都不用其一